您正在收看的是8月21日星期一的经济之力播报 让我们来了解一下有哪些数据将会公布 周日晚间11点01分 首先将要发布的是8月份英国RightMove房价指数 即前一个月指数下跌0.4%后 7月份的房价的确有所回升 凌晨3点 7月份新习来信用卡支出将会发布 6月份的支出持续增长 增速高于5月份录得的7.6%的涨幅 4.30分将要发布的是6月份日本全行业指数 5月份该指数出现回落 部分逆转了前一个月2.3%的强劲增长 早上8点30分将要发布的是7月份英国公共部门净借款 6月份的预算赤字规模令人吃惊 但仍低于2016年6月的75亿英镑的水平 格林尼这时间下午12点30分 将要发布的是6月份加拿大批发贸易数据 5月份的销售继续增长 现在处于创纪录的高位 我是奇亚斯哈利尔 以上内容为星期一的经济之力播报 下期节目将为您带来周二的相关概述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